64岁的杨先生去年9月在台北慈激医院心脏移植顺利出院后 由于近期病况有些波动 医疗团队启动家庭访试计划 希望从患者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 因为家庭的这个支持系统稍微不是那么样的好 上次的门诊的时候有观察到他的药物浓度有点波动 所以我们要确认他是不是有按照时间服药 还有就是在生活上有没有一些困难 需要帮忙 我最老身边还是实际帮我救回来 我是有感谢那个实际医疗团队 不只是关怀病友也兼顾家人的情况 由于杨先生的女儿因为意外事故长期卧床 入窗严重居家护理师也从营养提供 正确换药 气垫床更换 鼓励家属等面向多方协助 原本是从30公分乘以20公分 有两处的黑家伤口进步到现在黑家没有了 那伤口大约是15公分到10公分左右的伤口 所以真的是鼓励妈妈鼓励家属 医疗团队持续协助 加上医护细心关怀照料 全方位的医疗期待患者状况能够逐渐恢复稳定 待新闻陈天会章正龙台北新店报道